回來第四節的升旗易得道 關於林鄭月娥的表現 今天港澳辦出來譴責香港的示威者 佔領立法會 我知道大家看完一定是不高興的 所以就是 為甚麼我剛才要這樣分析給大家聽 他一定會這樣做的 因為首先這件事是掩護不住的 到立法會也被人衝這個畫面 無論如何 都是出了新聞 出了街 出了國際 全世界都看到了 你和我習近平都看到的 北京的班牆 或者中南海裏面 其實每個人都知道 你想一下他們在想甚麼呢 大家要想清楚 你要想一想他們在想甚麼 首先他們真的覺得 是策出國際的 覺得很沒面子 這個應對 是必然的應對 沒有可能 不出一個聲明去譴責 譴責一定要啦 政黨也會啦 說真的 就算你是沒有用的東西也會出的 我們 以前早就知道 你是不是也會說的嘛 因為這是一個官方官式回應 但是大家不可以那麼認真看待 中共全力支持林鄭 跟香港人作對 大家其實要搞清楚 現在我們香港的問題 很大程度是林鄭 真的一手搞成這樣 現在我們的訴求 如果中央 解僱了林鄭 提早把他換下來 大家是否收回呢 我想問一下 沒有說收不收 這是 一定要爭取的東西 我想問一下 老實說 中南海那班不是白癡 你看他應付巴朗普 你就是要想 千萬不要覺得 聽到一些坊間的論述 中共是白癡來的 沒腦的 那麼蠢 你千萬不要當他們無腦 首先 他們在這個世界的舞台博弈 香港其實佔他們的比重 不是很重要 當然 全國來說 來計算 如果說全世界的戰略 問題是 香港的穩定是對他很重要的 而他 會不會為了你香港 而跟全世界 又好像89年那樣被全世界制裁 這個肯定不會啦 所以出解放國會否定 他一定是不會想這樣做的 如果你 如果 你說去到跟你生死相駁 就不敢說 這一刻他一定不會想 你說如果你這一刻你香港是會影響到他大陸的政權逆手 令到他們下台倒台 那麼他會跟你拼命的 他甚至乎不惜 屠殺你香港的人 因為他保住大陸政權 危險一點說 你如果你的運動是威脅到他有機會 上面是倒台 那麼嚴重的話 那就很難說了 我們真的不敢說不出 他可能真的會 考慮 做出一些很震驚的事 全世界到時可能對他 實施制裁 甚至乎 不惜 你要說他是不惜 要做到這樣 也要做的時候 一定是去到他性命有關的地步 這一刻很坦白說 香港完全未到這件事 雖然對香港人來說 就好像是 生死存亡 問題你其實一定要想一下 想清楚那個局勢 因為我們 分析內地的那個國情 再分析 這個 港澳辦 中聯辦 對港府的態度 以及他們那種 勾審鬥角 你要想一下 上面是怎樣想 因為現在這個 林鄭月娥其實是對他 或者對於管治 香港管治 肯定是沒有效的 直接是開始構成一個很重大的威脅 對於整個 中央和整個國內的 影響也太大 我們之前 曾經是獨家的 統戰部 估計是部長級的人物 即是由權 他們就沒有說明 在這個中央會議裏面 說林鄭月娥 破壞了統戰部 扔了過萬億在台灣 整個大國被破壞了 習近平想收復台灣 基本上是想用香港來做示範單位 結果你在這個示範單位開雞鬥 開賭檔 搞到烏煙瘴氣 搞到現在民心 都是想背棄你的 而且最重要是使得香港人 認為 自己不再是中國人 也覺得不想做中國人 林鄭月娥的罪行是大得不得了的 如果中央是一個有軟健的政府 又或者是一個有魄力的領導人 他會有機會換了林鄭月娥 甚至乎是找人下來解除他的職務 還有可能把他的黨羽 起碼抓一兩個人 用來祭旗 告訴大家 我們對香港 是很寬容的 也不希望香港市民 憎恨我們 這件事 我也覺得應該是 把這個訊息送給 國內 中央也是把這個訊息送給香港人 是最好的 我不覺得這一刻習近平 已經 做了任何決定 我覺得他一定完全沒有 因為現在習近平最頭痛的處理就是中美貿易戰 和北韓問題 北韓 大家都知道我們一直都沒有說 金正恩就去了見 特朗普 歷史性會面 在北韓 在北韓 三百線擺門店 三百線 很開心地拍照 嘻嘻嘻嘻 三個在一起 我其實很難想像 之前 美國總統會去三百線 那種被戰狀態的緊張局勢 大家也記得當年金正恩上位之後 不斷地試射那些 彈道導彈 日本其實跟南韓是怕得很緊要的 他在日本上空飛過的 日本是怕得很緊要的 大家 當時很難想像局勢一下子變成 現在居然是三個人 一起 坐肩膊頭拍照 真的很難想像 所以習近平現在要處理的問題 是一個很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 當然香港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但是你看回近這幾年來 習近平 所做的一個 幾件重大的決策 就是 他在軍中 除了很多聲名浪跡的人 除財口 甚至乎 連那個 國防部長黃鋒輝被打倒了 黃鋒輝是當時投靠了他 反叛薄熙來勢力 最後他也把 搞定了黃鋒輝 是國防部長 你想想 他在大陸做的很多事情 是贏得民心的 你不要說中共什麼都信不過 這樣你沒有辦法 了解這場 跟一面倒說美國好和說美國壞都是一樣 也是一個有問題的說法來的 美國不是只有一個人 所以 如果我們這一刻想爭取到贏的話 我們是要爭取到中央明白香港人的意思 我們知道 不關你的事 最壞就是這個八婆 如果這個信息 可以 Message 到北京 我相信 他們會做一個重大的財政 其實這個Message 到了這個問題 當他舉旗不定 左想右想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 reinforce 這個想法 是需要的 或是 push 他的想法 為什麼 你看到 習近平上台以來 智力打貪 抓了貪官 當然有人說是權鬥 專門拉那些習派 專門拉那些江派 團派那些 當然啦 沒理由自己拉自己 這個問題就是 他上台之後 上面那個官場的風氣是清廉了很多 而他 是為了爭取民心 他是做了很多事 當你 當他真的考慮到周到的時候 想通一點 叮一聲 把林鄭月娥和黨羽 抓幾個出來祭旗 甚至中央派一個港澳辦 或者直接換人 換一個專員下來 就是把林鄭月娥撤職 不是撤職 是撤職 查辦 這樣香港人 我想大部分 民氣已經燒光了 就會覺得 沒了 我們就聰明了 我們終於打倒了他 這個是的 不是說大家 有不有志 收不收貨的問題 而是現在的矛頭確實就是在你身上 他是一手破壞習近平的中國夢 因為習近平是想中華民族偉大騰飛嘛 你連香港也騰飛不了 你怎麼中華民族偉大騰飛呢 香港是大灣區龍頭 是大灣區金融中心 這個分析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要 挽救這個局勢 確實又不是難得那麼重要 雖然我們一直 重點說了很久 如果我們是習近平 這一刻是很難處理的 但是現在你反而看到一個 簡單的 簡單的處理方法就是要剪掉林鄭月娥 還要公開祭旗 令到香港市民 收買回香港的民心 為什麼這麼說呢 其實當時的統戰部 拍了桌子不止一次 他們也出了報告 一定要換林鄭月娥 不然香港也救不回 甚至台灣永遠都不用自己收復 他們的報告是這麼寫的 所以我們當時出了節目 兩岸統一最大障礙是林鄭月娥 如果習近平真的想挽救香港 這個局或者想令台灣人不要那麼抗拒 起碼 除非你們覺得 不好了 我們要讓林鄭繼續做下去 因為我們不想台灣淪艦 沒有辦法 唯有犧牲香港 但是如果你說我們不是的話 我們起碼也要贏一次 你不可能在這個時候 真的去換一些所謂甲派的人 出來做領袖 香港 因為你再像林鄭月娥這些人 香港是沒有運行的 最簡單的一條數 其實你們常常以為他們不看 首先他們看到香港新聞 其實他們正在面對一個抉擇 他們正在想 到底我要選 我要 管理你這 上街的200萬人的心 還是要你那十幾萬的撐警察會的人的心 首先你人數上 說真的 你已經輸了 人家看哭笑就知道了 你是徹底輸了 你那裏最多是幾萬人 你不要當他們 你不可能當這班領導人是一班白癡 這班人是 管理國際國家大事的人 就算你不喜歡他們 幾個都覺得他們白癡 這班人是不可能不懂得看這些數字的 不懂得考慮這些東西的 我們之前也先揭露了 上面對林鄭月娥是越來越不耐煩 因為她的能力當年是被人誇大了 而這個保證人叫董建華嘛 所以 離開一分鐘 董建華撫柴也沒有 我們再說 如果香港的大局是要救的話 要挽救 甚至乎 下一次習近平 再來香港的時候 是受到灰敷 而不是受到追擊 最簡單就是 林鄭要我出去祭旗 原本 習近平是真的這麼想 他一直都 集中了 想法就是 只要這裏搞經濟搞得好 就像國內一樣 跟國內的情況一樣 只要香港人 經濟 發達 騰飛 就不會搞事了 對香港的 複雜情況 不了解 香港有很多其他問題 除了賺錢 香港本身有很多地產霸權問題 土地分配不平均 財富分配不平均 政制反而 原本香港人是最能夠忍受的 原本可以 但因為各方面都不如意的時候 希望政制方面補償 政制方面也會硬著他 你會出他831 下閘 當時本來很多人都已經不再說 但是你現在恰恰就是 林鄭月娥治下 搞了一件這樣的事 令到所有人 原本不關心政制的 重新 指控政制的不公平 坦白說我跟Johnny都說過很多次 我們也是被林鄭叫出來的 絕對是 絕對不只我們 我們支持 心淡到我們不想理政治 我們這個節目 是盡量避談政治的 完全是 我們停了一年多不說 故意忍著甚麼都不說 所有防禦政治都不說 但是 你發覺沒有辦法了 我們只是被林鄭叫出來 大師兄回來了 真的被你叫出來 當這些東西變成 全社會聚焦的政治 事件的時候 我們沒有可能不說 你沒有可能 說我不關心這些東西 我中立的 有些時候 有時候說中立就是 你是不是 拿到足夠的證據 拿到足夠的東西去 支持你的看法 而不是硬在兩件事 選一個中間位置站在那裏 就叫中間 不是這個樣子 當你沒有足夠證據證明了 或者又是正確的時候 你唯有保持中立 而不是一件 已經是很清楚有大事大非的情況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沒有中立的客觀 因為法官 最終都是要判案 到底是判你有罪還是沒有罪 陪審團也是如此 根據你的證據 根據你的證據 而中間的判決 判斷是不是 判斷是不是 有足夠的支持 就是最重要的 就不是因為他站在那邊 而令他不是 判斷的 所以我們其實 其實我們也有問過 上面究竟是擔心香港的甚麼 你要想一下 如果 香港再爆發多一次 過百萬人上街 其實中央可能真的會加速他的考慮 因為現在 你說整個政治局好了 始終不是習近平一個人做事 因為他也要處理很多棘手問題 所以再提多一次 提醒大家 雖然這一刻 經歷了 昨天 很失望大家 情緒很差 有人 沒了命 然後有一些死事 其實我們也情緒很差 但是 都要冷靜 都要逼自己冷靜 抽 新一點去看一看 客觀環境 他們每次再面對你一個 首先你面對你一個大規模的集會 和遊行 他們已經是很醜的事 很辛苦的事 然後他們不知道你那晚的集會 和遊行之後會演變成一個 甚麼活動 例如 之前的包圍警長 又例如昨晚變成一個衝擊 立法會 攻佔了立法會 即是他們是 很怕這些事 大家只要是能夠 保持著 一個 繼續 大致上是一個 和平的一個運動 其實 他的壓力 還是一波一波承受 是很難受的 他很大機會是 提早了讓他做這個決定 其實我認為 因為不只是我們 上面也有很多官員投訴他 因為 林鄭月娥已經是使得有很多 部門的官員 浪費了很多時間 而破壞了他們的大局 你也應該這樣想 你現在的行為 不是沒有用的 你也在教育上面的官員 上面的官員其實是不會處理 群眾的 因為他們上面是封鎖了很多消息 他們處理群眾的手法 是完全不理解 民情疏道 他們是用 一個堵塞的方法去處理 其實你反而看 上面也 不是完全百分百堵塞的 因為他們只要知道哪些是攝氏官員 很簡單 上面處理攝氏官員 就會將他查辦 拘捕 免職 為什麼你經常聽到這幾個字 查辦 拘捕 免職 雙規 所以其實 我們 要 想 抗爭者和示威者 你要想 要令到上面去想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查辦 林鄭月娥 雙規林鄭月娥 就是免職 因為我認為如果接下來可能再多一波過百萬人的示威 大家都會覺得 其實尤其是上面 不是那七天就完了嗎 我們現在其實只是在做一個 行為上的一個上訪的行為 現在我們 用遊行的方法告訴 上面的機制是上訪的嘛 就是你正在投訴那裡的官員 告訴中央 你這個官員不行 有問題啊 我們現在正在做這件事 我們不需要真的走上訪 但其實我們的訊息是不停地送上去的嘛 我想問一下 下次不如遊行到中聯辦吧 不然很遠啊 西環走到腳都遠了 不是開玩笑 大家不妨 再說一次啦 我們長期都說了 如果下次 是過百萬人遊行到中聯辦 你覺得黃志民會不會出來啊 可能見黃志民 為了打擊林鄭月娥 他可能會出來接訊 香港的同胞 你們放心 我一定把你們的意見反應的中央 我怕劉王志民 忽然之間成為了 偶像 當時那些人要求黃志民 兼任特首 他是共產黨員來的 不可以做特首 寧願讓他做著站位先啦 站位嗎 法官你以為是站位 Acting 這樣就不行啦 始終我們對黃志民有些感情 因為我們看到中聯辦的澳門同僚墮樓 我們對他很有測忍之心 我們經常怕他墮樓 再說 剛才我想說 這個 政治的 鬥爭 一定是 比你想像中的殘忍 但是我們都可以懷著一個 輕鬆快樂的心情去說一下這個 還有 我們有時是需要借力的 如果我們可以借到中央的力 對立林鄭月娥 我相信大家都同意 是不是沒有人反對的 可能有人反對 我們不要中國 我們要消滅林鄭 提議而已 你也不需要抨擊那些反對 這個世界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 我們也不需要統一一些人的想法 你去遊行也不需要統一10個人的意見 我們也會提供一些意見出來 你們參考一下 下次如果有100萬人遊行去中聯辦的話 王志民真的會出來接信 告訴你 我會如實反映香港的現實 我們是BinStorm 但我們不要說 不是你這樣做 如果他真的會去回應我們的時候 我們也會考慮一下這個選擇 可能是為了打擊林鄭月娥 可能會的 香港的市民原來是會聽 中聯辦的話 原來真的是溝通到 作為一個溝通機構 中聯辦說是駐港聯絡辦公室 現在我們要你聯絡 要你履行你的功能 林鄭聯絡不了 我們 BinStorm呢 BinStorm呢 試一下吧 大家的環境也是這樣 先幻想著 我認為上面只是差一步 大家差一點 push 我們 推一推習習近平 雖然我說是FF 但我告訴大家 我們每一件事都在實行 包括走進去立法會 某程度上也是一個FF 然後變成了現實的一件事 不要小看FF 只要有希望 也不是說一定會失敗的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